教师姐 还是不怕想对你老师说的吗 觉得自己做了老师之后 觉得老师还辛苦的 就 嗯 辛苦了真的 那你可以对自己说一句吗 比较创意的话 比较创意的话 希望自己教的孩子能够 都是乖巧听话的 就不要有那种很调皮 或者跟你怼 互怼 现在小学生很容易怼人 可能怼不过就会觉得自己还没有面子 就乖一点 嘴下留情对老师